耶利米书第四章 以色列啊 你要是回转 就当回转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你从我面前 除掉你可赠的偶像 不到处浪荡 如果你凭真理 公正 公义 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列国就必因耶和华蒙福 也必以他为荣 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 这样说 你们要为自己开垦未经耕耘之地 却不要洒种在荆棘中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为了耶和华的缘故 自行割离 除去心理的误会 不然 我的愤怒 必因你们的恶行 如火一般发出来 无人能熄灭 你们应当在犹大宣告 在耶路撒冷传扬说 要在境内吹号 高声呼叫说 你们要集合起来 我们要进到坚固的城里去 要向西安竖起旗号 赶快逃命 不可停留 因为我必使灾祸与严重的毁灭 从北方而来 狮子从他的密林中上来了 毁坏列国的已经动身 从他的本处出发 为要使你的地荒凉 使你的城市破坏 无人居住 因此 你们应当披上马布 痛哭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烈怒 还没有离开我们 到那日 君王和首领的勇气消失 祭司也要惊慌 先知都必诧异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于是我说 哦 祝耶和华 你真是欺骗了这人民 也欺骗了耶路撒冷 说 你们必平安无事 其实刀剑已经架在景象上了 到那时 必有话对这人民和耶路撒冷说 有一阵热风从旷野光秃的高刚 挂向我的子民 不是为博散 也不是为阳静 这过强的风要为我刮来 我就要向他们宣告我的叛词 看哪 我必如密云永巨 他的战车如旋风 他的马比鹰还快 我们有祸了 我们灭亡了 耶路撒冷啊 洗净你心中的邪恶 使你可以得救 你心存恶念要到几时呢 因为有声音从蛋宣告 从伊法连山传出灾祸的警报 要向列国提说 向耶路撒冷宣扬 围攻的人从远地而来 向犹大的各城镇大声呐喊 他们四面包围 耶路撒冷 好像看守田地的人一样 因为耶路撒冷背叛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这一切灾祸 是你的所作所为做成的 这就是你的恶果 实在是苦 直透心底 我的肺腑 我的肺腑啊 我脚痛欲绝 我的心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战斗 我不能坚默不语 我的灵啊 我听见了号角的声音 也听见了战争的呐喊 毁灭的消息频传 因为全国尽都毁坏 我的帐篷忽然毁坏 我的帽子转瞬破裂 我看见旗号要到几时呢 我听见号角的声音 要到几时呢 我的子民愚望 他们连我都不认识 是无知的儿女 没有悟性 他们有智慧行恶 却没有知识行善 我观看地 地是空虚混沌 我仰视天 天上也全然无光 我观看大山 他们尽都震动 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我观看 毫无人机 空中的飞鸟 也逃掉了 我观看 肥美田园 变为荒野 在耶和华面前 就是在他烈怒之下 所有的城市都被拆毁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全国都必荒凉 我却不进行毁灭 因此地要悲哀 天必昏暗 因为我说过 就不后悔 我定了意 绝不改变 因着寄兵和弓箭手的响声 各城的人尽都逃跑 他们进入密林 爬上岩屑 各城都被撇下 无人住在其中 你这被毁坏的 你在干什么 即使你穿上珠红色的服装 佩戴黄金饰物 用颜料化大你的眼睛 你自炫漂亮 也是白费的 爱你的人仍然鄙视你 他们都在寻锁你的命 我听到好像妇人铲痛的叫声 正像生投胎孩子的妇人疼痛的叫声 就是喜安居民的声音 他们喘着气 伸开双手说 哎 我有货了 在那些杀人者跟前 我发昏了